好 但是疫苗不夠呢 總會有人想要這個見縫插針 我們看一下 才幾天呢 你看柯文哲態度就不一樣了 他現在說我要舉債去買疫苗 可是呢 在7月16號這一天 國民黨的議員說 應該透過雙神論壇 去向上海復興買疫苗的時候 柯文哲才說 連慈濟台積電買都遇到困難了 那我去買應該困難更多 不過他也坦承 他曾經透過管道去詢問 買疫苗的可能性 好 結果隔天 張忠謀在APEX上面說 台灣需要更多的疫苗 好 國民黨拿上這個就見縫插針了 張喜成說 你看吧 張忠謀戳破了這個民進黨政府的謊言 蔡政府就是為了卡國民黨買疫苗 所以才會說謊 說疫苗夠了 如果沒有能力買的話 國民黨可以幫助 真的嗎 那國民黨立委林毅華說 請這個蔡總統就參照APEX模式 聘張忠謀 郭泰銘擔任疫苗採購特任代表 好 然後柯文哲那時候還怎麼講呢 哎呦 你們不要吵了 先等民間一千五百萬劑進來再說 當前的政治氛圍底下 連我都不認為北市府去買可以比較快 好 但是呢 這個現在呢 柯文哲卻被爆料 他在這個最近的內部會議 竟然在討論要舉債四十億去買疫苗 那柯文哲被問到這個事情 他則說 如果要買第三劑 原則上呢 他確實會去買mRNA 那通常呢 國家做得好 他說就不用不找我們了 還笑著說呢 終於台北市要舉債了 誒 柯文哲為什麼現在突然說 他要舉債買疫苗了呢 好之前不是說很困難嗎 這個已經 這個渡過難關了嗎 另外呢 疫苗買多少錢呢 現在呢也變成了這個口水大戰 國民黨立委賴士寶說 政府說花六十七億採購疫苗 實際上只花了十億去買國際疫苗 那剩下的四十跟五十億 四十到五十億花到哪裡去了呢 好 然後呢 這個還說呢 台積電跟鴻海的價格也是公開的啊 為什麼蔡政府的就不能公開呢 江啟成則說 審計部說疫苗價格是機密 那是要變成另外一個東廠嗎 結果呢 陳時中就很生氣 說到底要我講多少次 我們是有簽保密合約的 現在那些叫我講價格的人 實在是居心叵測 那中華董事長趙曹康則說 陳時中你是國文程度太差 還是不知道居心叵測的意思啊 要不然就他自己居心叵測 為什麼不敢公佈 購買疫苗的價格呢 好 就請教他這個學委啦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柯文哲 我突然要舉在買疫苗了 最近的一些疫苗的政策的爭奪的話 其實就是二零二四年的那個 營銷位的那個前哨站出來了嘛 對不對 像前一陣子那個 我不是講說高鴻安 一直在講說 羅秉承糾結在上海復興的 那個相關交易上面嘛 對不對 一直擔心說 有會出現什麼臺灣地區啊 對不對 這個文字 所以那個時候說引起台積電 跟鴻海炸鍋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 最近又最新消息又傳出來 這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有媒體是這樣寫 他說永齡 向行政院 永齡基金會向行政院說明說 高鴻安已經加入民眾黨 而且跟郭台銘已經久會往來 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任何話 跟永齡基金會無關嘛 他說希望府院 不要誤會 那而且他還講說 蔡英文其實有準備說 我請立法院那個立院總召 那個柯建民嘛對不對 去跟郭董表示敬意啊 或者待那個慈濟定案 完成採購之後 蔡英文總統會一併 向民間企業跟團體 隆重的自卸 所以你看 你從這個味道 你有沒有聞到一些 而且其實最誇張的一點就是說 郭台銘他們也有消息傳出來 他說當初他要買疫苗這件事情的話 他還寫了親筆 寫了親筆 寫給蔡英文總統 他說言必稱 佩服配合那個政府的那個採購對不對 而且還清函名字喔 他寫在那個信裡面還名字說什麼 他說只想替台灣社會做點事情 沒有2024的企圖 所以你看這個有必要嘛 你現在傳出這個消息出來的話 這個還是跟政權有關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時候流出這個消息 這個說實在到底是假新聞 還是真新聞 人家搞清楚 而且我就講說 郭王安前幾天我有勸他說 你弟弟講這個 真的是污辱叢林的小白兔嘛 對不對 你現在用零把你切割了 那到底台灣字樣 台灣地區這四個字的字樣 到底是不是在裡面一個爭奪 我之前講說講到最後的話 這個是台灣一個互助一個主權的 一個唯一的底線嘛 對 所以最後你看我們主權保護住了 疫苗也買了 不是接納歡喜嗎 那現在在針對一些東西 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啦 所以轉回來你看 柯文哲最近講這麼多話 他其實在七月七號那個時候 就已經講過說 你已經買的一千五百萬劑 就是那種永齡跟台積電 還有慈劑嘛 他就講說先進來再說啦 他說進不來 每天喊一下幹什麼對不對 喊下一個要有什麼意義 所以就跟你講說他 可是他現在你看 我們一直講說 他一直也是覺得說 你說這個都沒效 疫苗來才會丟 可是他現在說要舉債 舉債四十億要買疫苗 而且他作為第三劑用 他說前兩劑就是作底 所以第三劑可能要追加或怎樣 意思就是他超前部署啦 不是這個很簡單 他講這句話的話叫做 雨不驚人 死不休啦 他現在就知道說現在 政府就是卡在疫苗政策上面的問題 很大嘛 這個是政府現在的一個困境 那他現在講這個東西的話 就開始講 我前幾天不是講說 你國民黨為什麼不乾脆跳出來買 這樣幾天都地圖的嘛對不對 就跟著人家屁股喊 這個怎麼會是領導者 領導者是你要第一個 就要像柯文哲這樣 他也很清楚 我現在喊這個出來的話就 說實在他說這個 大部分是說假的你知道嗎 因為那黃珊珊也講嘛 也不知道買不買得到啊 問題是他為什麼這個時候 跳出來這樣講 他就是凸顯你政府一個 採購疫苗的一個政策 一個困境嘛對不對 我們知道說打拳擊比賽裡面 你如果有一個痛處 你自身的關鍵就是 往痛處猛打就對了啦 對不對 我現在先罰先贏 我為你痛處在地爭下去 我當然就有可能在這場 賽局裡面我就贏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聽起來就完完全全 就只是一個他自己一個 Gamerink對不對 他自己一個賭局而已啦 可是你看7月17號 那天的確診數 內湖有兩例松山兩例對不對 信義一例 7月17號確診 你到目前為止台北市裡面 到7月17號裡面 確診案例 你都沒辦法清零啊 對不對 你當初自己立的軍令狀 說讓他給你一個多月時間 你要把它清零啊 那你現在說實在 我上個禮拜也講過說 你現在各個行政區裡面 還是有零星的案例爆發嘛 對不對 你一直執著在那個 環南市場裡面 你現在要第四波環南市場 要進行一個清銷 或者是那個篩檢 那你篩檢的話 你到底有沒有針對 疫情的熱區 或者是重點去打 對不對 你現在很多區域的話說 不明感染源 慢慢慢慢一直出來 所以我說實在話 柯文哲當然 他現在的計謀就是我說 我今天就是往痛處 民進黨的痛處一直打 那問題是他為什麼 一直在拼命講 拼命開戰場 我說一句比較難聽 你說你現在開這些戰場 你不出來選舉 有可能 不然你是在打中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今天就是說 弄了很多新的想法 新的政策出來的話 就是告訴你說 我今天國民黨不行 我柯文哲來 對不對 柯文哲國民黨行不行 當然不行嘛 你光那個疫苗多少錢 這個也在到目前為止 還在炒口水 陳時中講說 要你現在講價格 有點居心捧測 對不對 這個大家心知肚明 最近講過很多次了 對不對 你今天採購疫苗的話 你有所謂的預算數 跟全責數 還有現金流 你怕買東西 你買一間家 你難道不用工程款嗎 按期付錢對不對 你付一付你到現在的話 實際到貨量沒有那麼多 使用的現金 有沒有到達那個預算數 當然還沒有 你不可能一開始錢都 花掉下去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事情在到貨前 會陸續付款 現在最大我一直強調說 台灣現在疫苗最大問題 就是淨貨成為一個最大的困難 為什麼 你東西還沒拿到手的時候 你的合約裡面 明明告訴你說 有搶到這個價格是保密的四項 所以你現在拼命叫他 把那個價格講出來 對不對 這才叫做居心剖測啊 你講說那個什麼 一直在比較那個什麼 鴻海跟台積電 那個是民間採購 那個是訂定合約 那是一個商業模式 我就只買這批 我就買斷了對不對 我買斷之後 我價格講的有什麼不行 你今天這個政府的話 不是說這一批 買完就沒了 所以他就已經告訴你說 這個要陸陸續續 一直淨貨一直到貨的 他就已經講得那麼清楚的話 這個合約會影響有效性 跟你的淨貨時程 他不一定會取消合約 可是我如果說你 你今天價格講 我不賣 我不給你 我等到這個疫苗價格 掉下來之後我才淨貨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國民黨現在在打這個 這個疫苗價格 在這個當下打的話 根本就是 真的是居心剖測 我沒騙你 否則就是腦袋有洞 而且其中一條線 還是要買Novavax 那個看起來還真的蠻超前的 你看三大民間團體 都還沒有想到這條路 你看柯文哲已經想到了 那剛才我們也給大家看 他去接受這個專訪的時候 現在環南市場 柯文哲很自豪 全臺灣最安全的地方 那現在看起來 如果疫情真的控制下來了 柯文哲講說 開玩笑 現場那些指令 都是我們去執行的 他就特別提到了這個 之前這個指揮中心 所以他講說 請問他們有什麼功勞 來這邊也不過看一看 講一講就走了啊 不然你去問他們啊 你怎麼看柯文哲的說法 我先講買疫苗這個事情 我覺得民眾黨的黨內的溝通 應該出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CG上面講說 民眾黨的前中常委說 打算牽線買Novavax 可是柯文哲今天才在講 高端疫苗的時候 他在講說 Novavax跟高端一樣 都是次單位蛋白做的 那我們臺灣給了高端EUA 可是美國FDA 都沒給NovavaxEUA 言下之意說 Novavax很爛 那很爛疫苗你要買來幹嘛 那是 你要討視台北市民嗎 所以我覺得買疫苗 都是假議題 因為前一波 國民黨跟民眾黨 就聯手在打這個 買疫苗的議題 可是自從高端通過EUA之後 我說臺灣已經沒有 疫苗不夠的問題了 臺灣現在的問題是說 疫苗能不能夠如其到貨 可是因為高端 他下半年可以生產一千萬劑 這個產能交貨時程 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 他不會有任何政治力干預 所以這一點 大家可以比較放心 所以不要再講買疫苗的事情 請問你要買那麼多幹什麼 第一個疫苗會過期 第二個 你現在買的是第一代的疫苗 將來病毒會一直變種 為什麼我們今天指揮中心 要跟莫德納要去簽 次世代的疫苗 就是你要面對將來的變種病毒 疫苗不是說一次買 我一次買個一億劑 放在這裡燉 這樣變成就沒來 不是這種概念 對 你要有這個量 你要去預估 我這個品牌疫苗 我要多少量 萬一病毒變種之後 這個品牌疫苗效果不好 我趕快 我有其他量買其他的疫苗 現在在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眼裡 好像全世界疫苗 只有BNT可以用 其他通通不好 那我也想請問你們 你們那麼愛BNT 幹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指揮中心 為什麼明年的疫苗 全部壓在莫德納 至少到目前我看到 很簡單的道理 現在世界上兩支 mRNA的疫苗裡面 BNT一定會受到中國的干預 莫德納不會啊 莫德納是美國的 拜登不會干預我們 沒錯 所以買莫德納是對的 再加上我們自己有國產的高端 將來如果聯亞也入列的話 我們至少就有確保 有三支不同的疫苗 可以提供我們今年下半年使用 甚至到明年使用 所以我覺得現在不要再講買疫苗 再講買疫苗其實都是假疫情 都是在做政治操作 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再來講他講王必勝 我覺得我們看一個人 就看他講的話就好了 柯文哲講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不承認王必勝贊助 協助北農嘛 他說環南控制疫情 柯P說每個口令 都是我執行的 對不對 好 我跟你講 因為我自己有養小狗 我很喜歡教小狗 照我的口令執行我的動作 比如說我叫他坐下 叫他握手叫他趴下 他都會執行 那有一天小狗跟我講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的口令都是我在執行的 就一樣的道理 就完全一模一樣的道理 對年晃今天後面被出征的狀況 申錶申錶萬奇 沒差啦 因為柯粉很喜歡來我這邊坐 沒差 就我講的道理說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臺北市長是臺北市的防疫的指揮官 我想我們在座大家有一個共識 指揮官的定義 指揮官要做什麼事 指揮官是不是下命令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指揮官 假設今天是在戰場上 指揮官自己拿著步槍 衝到第一線去殺敵人 大家說這支援官很勇敢 我跟你講這個指揮官 是個不及格的指揮官 因為指揮官你是要運籌 維臥 你是要下指令 結果臺北市的防疫指揮官 在臺北市三大批發市場的群聚事件裡面 淪落為只能執行命令 後來今天陳時中講完之後 記者又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怎麼說 他說打疫苗收垃圾都是我們 沒錯 你這個臺北市場就只能 只剩下打疫苗跟收垃圾的功能 我們要的防疫 不是要你打疫苗跟收垃圾 打疫苗很重要 收垃圾也很重要 可是這不是防疫的全部 對 環南市場 今年5月9號出現 第一個確診病例 5月9號 王必勝6月30號才進去 中間有將近快兩個月時間 你柯文哲 你如果這麼厲害 中間這快兩個月時間 請問為什麼你的疫情控制不下來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啊 他說王必勝來這邊 看一看講講講話而已啊 問題是這個本來應該是你柯文哲 柯文哲的工作 你要把控制下來的 是啊 我們有時候有些人來幫你 人家來動動嘴而已啊 尤其有些很相信那個老師 喜歡請老師來看 看這個家裡格局的有沒有 有時候請一個老師很大牌 有時候要花幾十萬的 甚至好幾萬的都有對不對 老師也是來看一看 講一講而已啊 那你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 那你幹嘛請他 嗯 今天欸 不是王必勝打電話 求柯文哲說 柯文哲我要去喔 你拜託拜託讓我去 不是欸 是你柯文哲主動跟中央求援的欸 是因為你這邊控制不下來嘛 大家做一個很清楚的時間嘛 五月九號到六月三十號 柯文哲控制不下來 王必勝進去只有十天 疫情就控制下來了啊 那請問 是誰比較厲害 我不是在幫王必勝造神 但是王必勝有實戰經驗 而且你看王必勝氣度多少 今天記者後來有找到他去問他 後來他自己在臉書講了 記者問他的時候 說柯文哲講怎麼樣怎樣怎樣 王必勝說 我不訝異啊 他還反問記者說 你們會覺得訝異嗎 就顯然王必勝非常清楚 柯文哲的唯人 所以他也不跟他計較 但是王必勝講了兩件事 他說他每到一個現場 只想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怎麼樣趕快讓疫情 可以控制下來 第二件事情 控制下來之後 我們要去找出原因 希望以後同樣事情 不要再出現 不要再犯 然後他在臉書還加碼 感謝另外三個人 這三個都是臺北市政府 聯誼的醫生 這是王必勝 王必勝請問 在今天之前 從北農的事情處理完之後 一直到今天 已經過了大概也半個月了 王必勝有哪一天 找來一堆記者來專訪 我告訴你 北農要不是我 柯文哲早就完蛋了 有沒有 沒有 王必勝幾乎沉默不講話 他事情做完了 他就乖乖的回去 做他該做的事情 他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忙 他今天真的是躺著也中槍 對今天不是說王必勝出來跟你爭功 你柯文哲跟人家吃什麼醋 你還好意思講說 那個叫聯合前進指揮所 你知道為什麼叫聯合前進指揮所嗎 柯文哲我告訴你 那是怕你面子掛不住 不要給你臉 你不要臉 今天在布陶 在苗栗晶圓電子有沒有叫聯合前進指揮所 沒有 他直接就叫前進指揮所 難道苗栗縣沒有政府嗎 難道桃園市沒有政府嗎 那布陶比較另外一 他就是衛福部直屬的嘛 那難道苗栗縣沒有政府嗎 苗栗縣也有政府啊 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柯文哲不會做事 只要顧面子 所以好 我給你面子 搞一個叫聯合前進指揮所 不要真的給你臉 不要臉 今天能夠控制疫情下來 我相信當時不管陳時中也好 陳吉仲王必勝也好 他們心裡只有一個想法 如果他們有這麼多政治算計 我跟你講擺爛 我通通不管 我跟你講現在還在燒 因為反正最後要怪瓜承受的 還是你臺北市長啊 可是陳時中王必勝 陳吉仲他們不是這樣想嘛 他們想的只是說 這個疫情趕快把它控制下來 大家可以快點恢復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們有機會下禮拜 我們可以恢復一部分正常的生活了 這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想的事情 你柯文哲在想的事情是什麼 你疫情控制不好 疫調做的不精確 然後呢 現在好不容易 看起來台北市疫情相對 有比前一陣子有好一點 有進步了 每天確診人數 雖然還是全國冠軍 但是我有注意到 他居家隔離陽性的比例 慢慢有提高了 就有超過一半了 這是好事 可是你這個時候 你不能好了蒼疤 你就忘了痛 你這時候你就讓他掰起來 我柯文哲多厲害 馬上 你不是在講說教科書都沒寫嗎 教科書沒寫市場啊 那你如果連市場 是一個很容易全聚的地方 都不知道 你現在有臉出來講說 北農王必勝沒有功勞 我不是說 你要把功勞全部歸給王必勝 以柯文哲為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好歹 你跟人家說聲謝謝可不可以 今天我們有事 請人家來幫忙 王定宇來幫忙我了之後 我就算不請他吃個飯 我也說定宇謝謝你幫忙 我不會說王定宇都沒有功勞 出嫁給我告訴我 做人的道理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要求你多麼的崇高 但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如果你做到一個臺北市長 可能二零二四要選總統的人 照你這樣想法 因為你聽到郭柯沛的時候 他是春心盪漾的 哈哈哈哈 那可能二零二四要選總統的人 如果你連一個做人 最基本的道理 你都不懂的話 你這沒辦法出來跟人招挑了 你不要講說要選總統 你連做一個成功的人 恐怕都很難 國民黨就緊抓住 疫苗不夠的議題 說你看官員跟人民搶疫苗 指揮中心竟然把二三類人員納入 不可以施打莫德納第二劑的名單 這個國民黨立委李貴敏就說 到底什麼人什麼樣的官員 能搶打莫德納疫苗 這一些都被鎖在黑箱裡 大家能夠服氣嗎 然後另外國民黨立委林毅華則說 官員利用制定施打疫苗順位的特權 去打第一劑 現在還要跟人民搶第二劑 難道不會覺得愧疚嗎 好但是講完之後 馬上接下來 這都是一套的 馬上接下來 藍營世界是還不放棄買疫苗 這個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就在柯文哲突然拋了一個議題 說我台北市政府現在考慮舉債買疫苗 這個江啟成就上當了 說我呼籲柯文哲 跟我一起去找蔡英文總統 讓他同意地方政府可以自主採購 然後南投市長李明珍居然還沒放棄 他說如果開放南投縣這些縣市 有追年買疫苗的話 我們就不會被說是用乞丐疫苗 所以希望政府開放救人要緊 台北市長柯文哲則是被問到說 江啟成邀你一起去跟蔡總統說 我們要買疫苗 柯文哲則馬上把這個江啟成甩出去 說政治口水戰 等到這一關真的過了以後 我們再來好好的處理 然後問一下這個學委 真的也蠻可笑的 柯文哲隨便拋出一個梗 江啟成馬上就上當了 你看 我覺得江啟成真的 我跟他說國民黨黨主席 憑什麼幹黨主席 我實在是覺得很奇怪 你現在去挺柯文哲去採購 自購疫苗 我前幾天都講過說 你國民黨自己買對不對 你去跟人家蹭什麼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今天你叫柯文哲說 跟我一起去跟蔡英文總統 你連買疫苗 買就買你還找人去壯膽 說那個真的膽小鬼還怎麼樣 而且你執政縣市這麼多 你難道不用去找那些執政縣市的 那個首長來陪你一起說 我們難道一起形成一個力量 一起去買嗎 難道說你這個黨主席 連下面的那些縣市長 沒有人要理你對不對 我說柯文哲 站在柯文哲的角度 我今天的話我也不理你 根本就是來蹭我聲量的嘛 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在裡面 你不要說他是民眾黨的 搞不好現在國民黨黨員 投票開始說你支持柯文哲 還是江啟成 搞不好柯文哲的票 還比江啟成多很多 我跟你講 對啊 所以你這個來蹭的 我瞄你啊對不對 所以就講說拜託一下 身為國民黨的黨主席 有創意一點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思想 不要老是跟著人家在那邊蹭 看了真的就是噁心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今天先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持續簽約的 那個BNT500萬劑 現在總共民間採購的 1500萬劑已經要進來了 而且行政院今天有 記者會也講說 政府完成第四劑加購疫苗 跟明後年的疫苗採購 總共莫德納是3600萬劑 但是簽約手續已經確定了 包括次世代還有第四劑 跟明後年的供貨時程跟施打 那我是覺得說 政府有沒有在做事 看起來很應該有 如果沒有做事的話 他不會因為聽到 老百姓的需求說 沒有疫苗 他就趕快想辦法去買 他怕如果真的沒想辦法去買 你盡量罵沒關係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說你今天說真的 柯文哲你這個時候跑出來說 你要舉債買第三劑疫苗 而且他講的話 你有發現其實柯文哲 很多講話的那個形容詞 跟那個 都有點over的你知道嗎 你今天如果針對我們的政策 不當之處 你提出指教的話 我一定站在你這邊 問題是你都用槍的 我一邊聽不下去你知道嗎 他說今天說國家做得好 就用不著我們 對不對 你現在你說實在話 他說研發兩劑國際疫苗 這會讓國產疫苗成為主力 可是很多民眾對國產有疑慮 誰跟你說很多民眾對國產有疑慮 對不對 就像我就痴痴的等了 我的疑慮是說你當時要給我做對不對 我不是對國產有沒有疑慮 對不對 那所以你現在出來的話 你講這些話的話 就像剛剛黃光琴在問你的時候 你很多事情 你都說沒有啦什麼東西 他問你說王必勝進去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實際效用 他就轉過去 沒有啦 怎樣就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了 對不對 那你今天講難聽一點 你出來買疫苗的話 你還是要找新北市一起 對 靠你台北市的時候 我也覺得你買不到對不對 你大張旗鼓弄這麼多 也不過就是凸顯一個說 國家做不好對不對 你就是重點就是這樣 就像王必勝說 他進去接管北農跟環南的時候 人家就一直質疑說 是不是你台北市做不好之後 他接管 他接管有沒有用 你今天到這個時候 你出來搶這個功勞 這件事情大家都已經過去了 台北市的疫情還沒刷 因為環南跟北農而已對不對 你說執行的話 你還不是台北市去做 北市府去做 那你北市府去執行的東西的話 你是怎樣 那個時候說一句話不聽 大家眼睛金金看的時候 看到你台北市政府就變不破了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 中央跟地方 我也在節目中呼籲 疫情是全台灣人 你經常劃同島一命 是劃假的對不對 你竟然是同島一命 你台北市就不會刷了 所以我那時候不是講說 中央要放棄陳建 要協助地方 就給他一個指導或什麼東西 那因為當初 王必勝進去的時候 為什麼會派王必勝進去 因為他之前苗栗電子廠 跟桃園醫院的話 就讓人家覺得說 你有先例嘛 你來就可以安定民心嘛 對不對 那這個功勞也不可沒啊 那今天王必勝有沒有出來 到處講說 都我的功勞 都我來的 不然台北市到現在不會刷 你有聽過王必勝講這個嗎 那你現在叫王必勝出來講 講什麼 他就沒有真功勞 你叫他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如果做得好 沒有人會忘記你的功勞 我舉例說明好了 我們一直在講說 北北基桃生活圈對不對 你從這幾天三四天以來 北北基桃的所有的那個 案例有沒有 對 新北市是現在是比較好啦 可是你知道侯友宜市長 那天在講什麼 市裡家講說 他真的戳在等 新北市每天有多少人 去台北市上班 他去上班就去摸到 摸到回來又傳到家裡 他家裡不就是家庭群聚嗎 所以他每天在走這個事情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能不能把年輕的個案給撲滅掉 這才是重點 還是說教科書 只教你說 疫苗覆蓋率高的時候 病情就能夠壓克 不要整天在講教科書好不好 對不對 疫苗這種東西的話 大家也都很清楚啊 所以就覺得說 你今天出來就是在 在講這些東西 讓人家覺得說 你根本是沒有務實 沒有根本 你基本要做好的事情 沒有做好 一天到晚講這些東西 都讓人家覺得說 你真的是政治高過於 你處理疫情的那個事情 另外就是南投市長林明珍 林明珍因為這個施打的這個速度有點慢 所以就被外界批評 他說呢 這個是因為呢 民進黨在對他做政治報復啊 你怎麼看這些說法 好的 這個國民黨 這個尚有江主席 這個當著柯文哲的小跟班 好像不太滿意 趕快為了凸顯跟柯文哲的不孔 趕快跑去告來告去的 天天告 每天都想出新花樣 那柯文哲講的 當然這個 趙醫生是非常 趙老師非常的客氣 這個柯文哲的其實 他說 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緊急狀況 同意授權的 啊你不是人家都講了嗎 人家記者會都開了啊 你就去看人家記者會的紀錄 不就知道了嗎 你就再重位一次幹嘛 身為一個老師 不是要會自己去找答案嗎 你都叫他研究所 研究生 你可以這樣問你 你說好我立刻找答案 不都是這樣嗎 你要從頭再來過一次 什麼意思呢 這個其實基本就作秀 也沒什麼意義的 他不是有建設性 比較有趣是剛剛講的 其他地方政府 台北市柯文哲在怎麼混 他有他的優勢在醫療人員最多嘛 所以他施打速度快 加上他的七類超級多的 很多電源很多碳商 統統都打了 好所以台北市的施打進度 現在的確是 台灣本島最亮麗的 沒有錯 相對來說一樣也有疫情 也配發了大量疫苗的新北市 遲遲追不上 甚至越來越落後 大家就覺得有點奇怪 如果你還是有疫情壓力 你還是有確診 你是不是要加速施打 所以大家才會去質疑 他們副市長說 奇怪你為什麼剩這麼多 會打快一點 那其實副市長只要說 因為我們有四百萬人 我們全台灣第一大隻蝦市 我們四百萬人 我們本來配的就多 加上我們的市的區域太大了 所以我們有些偏向 可能打得比較慢 人力比較不夠 我們志願比不夠台北 這樣講就好了嘛 結果他又要回去 國民黨的那個邏輯 就是疫苗不夠的邏輯啦 把疫苗不夠 他來講說 這一切都是因為疫苗不夠 那你的倉庫裡面那麼多 是看得貴喔 人家就說你疫苗太多 你要說不夠 那再給你更多 你還是一樣滿坑滿谷在那邊 重點是把它打完嘛 那我們回來講一下這個高端 因為高端說實在話 對我們來說是即時雨 因為我們就真的在未來 不用再去擔心說 我們疫苗不夠 因為我為什麼會剛剛講到 這個疫苗施打率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在講說 你這個疫苗往上衝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疫苗 到貨率不夠的話 那你我們現在打完了 這個八百萬劑 那未來怎麼辦 那所以實際上呢 剛好又是一個 非常好的時間點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有持劑這個BNT 說實在話BNT要到 還有一個就是高端 因為他的安全性副作用少 所以他未來可能18歲以下 他可能也會去做實驗喔 對 所以如果說真的可以的話 那真的太棒了 因為那個高端 目前的這個數據呢 也是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輝瑞他在通過這一個年紀比較大的 這個成年人的數據的時候 他馬上就把他升下去到低年凌晨 那高端其實目前也已經通過 這個臨床三期在巴拉圭 在試驗 那所以呢 在這個低年凌晨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他的時間 一天時程估計是在這個臨床三期進行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有一些其中報告數據可以採收的時候 這個低年凌晨12到18歲的這個族群他就會開始釋放了 那我現在要講一下這個高端呢 雖然我們這個七月十九號的時候是有講到說這個高端的這個數據呢 這個這個抗體濃度是AZ的3.4倍對不對 那這個3.4倍的這件事情呢 其實大家很多人都覺得很納悶 這個3.4倍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很多人就會講說 AZ是70%的保護力 那這個哇高端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70%乘以3.4 等於240%不是這個意思的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地方 這張圖呢 大概是在兩個多月前的一個科學期刊所做出來的 當時的高端我們還沒有出結果 但是呢高端有一個兄弟疫苗 他叫做Novavax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是BNT 然後這個地方是莫德納 然後這個上升的這個趨勢呢 那代表的是他的防護力 那這個防護力怎麼計算呢 主要就是把這個Novavax 這個在血液裡面的這個抗體濃度呢 透過免疫橋接 然後把它給換算出來 所以他的技術呢 跟我們的高端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次蛋白的這個這個疫苗 所以他透過這個方式把它換算出來 結果沒想到他的這個保護力 哇跟這個BNT差不多 也是在這個九成以上 但是我倒是認為啦 就是其實因為 這個疫苗這件事情呢 真的全世界不是只有BNT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需要放棄 或者是說只為了爭取BNT 而放棄了就是比如說包括我們 臺灣自己生產的高端 或者是甚至其他的疫苗 我真的覺得不需要啦 所以像包括這幾天我其實看到 其實蠻其實說實在蠻難過啦 就是我們的這個這個前線在打仗 然後我們生產出來這個疫苗 然後我們政府的加快速度讓他通過EUA 然後讓他可以在未來很短的時間可以快速施打 但是就是有人會去做一些手腳 就是比如說去告署長啦 會去告告這個衛福部長 還告貪污咧 對啊我覺得這個其實有點莫名其妙 說實在話就是當當然這一個這個審查的過程中間會不會有一些瑕疵 這個我們不好說 但是呢 但是這個整個過程說實在話 食藥署我也當過食藥署的這個審查委員 說實在話 他一個會議裡面是不是一定要錄影或者一定要錄音或者是一定要記名 其實未必 那所以我最後我要講一下這一個關於這個柯文哲講的這個中央給高端EUA 但是要說明是什麼樣的緊急情況 其實我覺得這個這個說實在話 由一個醫生然後來講這件事情 其實我只能說這個醫生真的他對於這件事情來說 就是說就是一個半桶水的認知啦 對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說實在EUA在臺灣 甚至在全世界已經行之有年 而且甚至是在這段時間我們每天都在聽 你覺得不會是第一天才聽到這件事情啦 對啊那所以說你要應付什麼樣的緊急狀況 我個人是覺得 當然是要應付我們以防疫情大量爆發的狀況嘛 而且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預防未來我們再也拿不到疫苗的狀況嘛 因為如果說今天疫情在全世界大爆發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拿到的疫苗 誰還會再給我們啊 如果日本真的大爆發的話 他還會再捐每天 不是說每天啦 就是每一段時間捐個一百萬劑給我們嗎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對所以以未來可能大爆發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個EUA一定要通過 而且呢這個高端的這個疫苗 說實在話確實是真的還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這個柯文哲最近這些話 我真的覺得像包括他很自滿的說 這個台北市環南市場最安全啊什麼的 我覺得他真的應該好好的審視一下 他到底是在做市長還是做醫生 其實呢現在的全世界都已經進入了下一波的搶疫苗大戰 我們之前就提過了 所以呢接下來很多人在講說莫德納或BNT可能都會這個大缺貨 所以國產疫苗其實這一次能夠通過緊急授權真的很重要 莫德納BNT國內高端疫苗今天出乎意料之外 國產疫苗這一波真的來了 股價會不會動我不知道 但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下個禮拜解封機會大增 這一波台灣在整個防疫這一塊能夠得到全世界的一個認可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有一個專家會議小組 專家會議小組任何需要討論的事情 所有的博士所有的醫生所有的院長 通通排排座做好 把你的意見拿出來做呈現 這一次大家都在想 國內的高端疫苗真的是行還是不行呢 先從高端的血源先來說 美國國衛院這次特別開放了三支疫苗 分別是莫德納疫苗 諾瓦瓦克斯疫苗跟高端疫苗 全租輸出 那個保存病毒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喔 美國國衛院全租輸出 所以很多人說這個叫細出同盟 但細出同盟 你後面包括了製造 包括了培養 每一則每一則都是關卡 但今天這個重要了 為什麼呢 專家會議結果 總共有二十一位專家 主席不參加投票喔 請各位看一下 九成的人同意 十八位同意 一位要求補件 另外一位不同意 好 那現在這個所謂的緊急授權 EUA就通過了嘛 重點是內部的細節 這個內部的細節可就酷了喔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做實驗組 對照組 時間上根本不允許嘛 所以做什麼呢 PK 什麼叫PK呢 所有的疫苗 我們大家來打一打 看誰厲害 那現在呢 高端疫苗 綜合抗體平均效價 居然是AZ疫苗 本來是說只要在零點六七之間就好了 三點四倍 多了五倍 哇效果很好喔 照這個數字來換算的話 其實就跟諾瓦瓦克斯 所估出來的數字是差不多的 很多人說他跟諾瓦瓦克斯是雙生疫苗 目前來看很像喔 大概九十二到九十三 但我們比諾瓦瓦克斯好一點 還比他好啊 我們有產能啊 諾瓦瓦克斯沒有產能啊 然後呢 高端疫苗血清反應九十五 下端是九十五點五 大於要求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 對多數人來說 很多人說那時候出來 產生疫苗抗體百分之九十八 大家都想說 這是有贏啊沒贏啊 目前來看 這個是真的 但現在 這有一件事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們如果自己有國產疫苗的話 我們是不是更有伸縮的一個空間 這個國產疫苗 他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 雖然說他有點貴 他八百多塊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我們那時候去買BNT 一劑是九百 然後再來 他可以在常溫下保存 他副作用又比較低 所以我們臺灣未來解封之路 就會越來越快了 最近有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看了之後 讓大家覺得還蠻生氣的 怎麼說呢 為什麼呢 目前這一波疫苗大戰 已經成了國力大戰了 對 你國家不夠先進 科技不夠好 先跟各位說 你要生產疫苗 你要買疫苗 你要買疫苗 也要口袋生 對 他們要針對很多窮的國家 都說要分配 要分配 要分配 分配不出來啊 強國強光光 人家用現金買 人家要這些疫苗場 又不傻對不對 那這次有一直說嘛 這一波全世界最快的 中國六十億劑 六十億劑 美國四十五億劑嘛 結果最近科興出了財報 整個中國共產黨百年黨進 一出來 哇 真的大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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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興疫苗 目前大賺台幣四百六十八億喔 大賺之後 重點是在於說 後面 盤根錯節 為什麼盤根錯節呢 配後一來 第一個有過去江澤民派的權貴 也就是中國的紅色資金在裡面 對 然後第二個 居然美國養老基金喔 他們也意註資金在這裡面喔 所以美國科興 中國科興疫苗 他賺錢 應該 為什麼呢 大家投資那麼多嘛 應該 但這當中 如果有內線交易 有涉及不法 那就不對了 那就要命了 那剛才不是跟各位說嗎 現在全世界都在搶疫苗啊 搶到最近誇張了 為什麼呢 目前巴西還是森林塗炭的一個狀況喔 因為巴西他們的疫情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結果巴西發生了什麼事你知道嗎 發生了巴西前的衛生部長 他叫帕祖耶洛 他居然喔 要去跟中國買疫苗對不對 然後他跟大家說 我們把價格拉三倍 拉三倍買中國疫苗 我們把價格拉三倍 然後這當中有很多的黑錢 就會跑到不同的人的一個身上 哇這真的是太可惡了你知道嗎 還好這件事情被揭穿 他快速的下台 那個時候如果說趁著在打疫苗 趁著很多人在生病 很多人在發這種所謂的疫苗財 病毒財 大大不對啊 那是一定的 還買中國疫苗 真的是還蠻可惡的 但中國疫苗來到這裡 我要說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贏了理智 但是卻輸了面子 那是為什麼輸了面子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有幾個國家 包括了智利 蒙古 巴林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都發生一件狀況 就是打了兩劑疫苗之後 現在要追打第三劑 但是追打第三劑呢 他們決定不再打中國疫苗了 不敢再打了 真的不敢再打了 因為他們的保護效率是不夠的 好 回到張忠謀身上 張忠謀真的是老技福利 第四次代表台灣去參加APEC 他參加APEC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各國自己製造 製造所謂的一個晶片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各國自己製造晶片 你們沒有生產優勢 你的晶片價格會變得非常貴 第二個他還是說 台灣的疫苗還是不夠 那講到台灣的疫苗還是不夠呢 張忠謀董事長 他所說的是 目前台灣的疫苗覆蓋率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 那目前蔡英文總統 是希望到七月底覆蓋率 可以到百分之二十五 那現在重點就是 我們要快馬加鞭 為什麼呢 八月中到八月初 一定要讓所有的老師 把疫苗打完 為什麼呢 你沒有把疫苗打完的話 學校無法開學 學校無法開學 小朋友沒有辦法回到學校上課 爸爸媽媽沒有辦法正常上班 傳散公司沒有辦法把菜 出到學校去 經濟不會正式回復 最近就出現了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呢 這個禮拜不是很多人出去玩嗎 對很多人出去玩 結果呢 因為大家都想說 我疫情慢慢的比較淡了 特別是之前 還有一天地獄十個人 大家都很歡呼 對不對 好多人去到觀光區之後 突然間回頭一看 怎麼店都倒光光啊 店都倒光光了 真的店都倒光光 很多觀光區 經過兩個月的一個休息 來到這個地方 三級管制 所有的那些過去的店都倒光了 然後商業區 西門町 東門 東區 好多的店面 整排都在招租啊 所以現在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疫苗的覆蓋率 就是經濟成長率 那臺灣其實經濟成長率是很強的 為什麼呢 主計處本來在估估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全年是五點四六 甚至於有外資估臺灣經濟成長率 是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之間 但這一波很簡單嘛 你關在家裡面 我關在家裡面 又其也關在家裡面 大家都不出門 外銷訂單仍然源源不絕 沒有錯 但是內銷經濟所謂的傳統經濟完全當碼 所以三級管制之後 目前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 一口氣會從三點三 減到百分之二點七 連三都不到了 雖然說這個一來一回之後 減掉零點六 但是減到零點六的過程當中 服務業 哇那個死傷慘重啊 對真的 臺灣的服務業是死傷慘重啊 所以才跟各位說一次喔 疫苗覆蓋率就是經濟成長率 那目前如果我們自己有國產疫苗 我們當然疫苗的覆蓋率可以更高嘛 但這個時候人家說日久見人心 入窯之馬力 食藥署 哇這是大眾 為什麼呢 去年我們都在說做所謂的一個免疫朝接嘛 那好多人說 不對不對不對 就是要做三期 就是要做三期 現在對各國來說 大家有大家的想法 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 目前中國有科興疫苗對不對 但是BNT疫苗 中國他們有亞洲 有亞洲中華區專賣權 中國不准 不准 為什麼不准呢 他希望你歐洲開放我中國的疫苗過去 我們中國就開放你BNT的疫苗過來 他要用換的 他要用換的 然後呢 美國他們也說 美國目前開出所謂的緊急許可 諾瓦瓦克斯是最後一支 那為什麼你知道嗎 美國他也是疫苗大國啊 對他要保護他自己的疫苗公司啊 那後面如果說有特別需要的呢 特別需要特別申請 所以目前各國都在想 如何能夠保護自己的疫苗 但現在重點是 我們現在要進入到二代疫苗了嘛 為什麼要進入到二代疫苗呢 因為病病毒的變種太快了嘛 他沿路一直往前變一直往前變 那我們之前我們說啊 我們的國產疫苗是誰給我的 美國國衛院給的嘛 那已經是三年前的病毒了 那現在的病毒呢 走到現在大家都在想 對啊 有什麼Alpha Beta Delta Lambda 沿路一直在走 沿路在走嘛 所以未來一定會有二代疫苗 那這個二代疫苗 有辦法再來實驗嗎 沒辦法 根本沒辦法 所以呢到時候會怎麼樣 一樣嘛PK嘛 就跟我們一樣嘛 我們是不是 我們的高端疫苗跟AZ疫苗 直接PK嘛 PK你只要確認了疫苗的保護力 中和抗體效價 他都可以 就可以直接過啦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有一支疫苗了嘛 我是用這支疫苗去發展下一代的疫苗嘛 所以未來一定要用免疫橋接 這個是國際藥物法規主管他們說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未來會變到什麼程度不知道 甚至於有可能每年都變 所以拿到這裡 我們看 很多人都說 哎呀這個EUA到底有多重要 看看最近美國嬌生 想一想 真的這些所謂的一個特別許扯 免責條款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特別是疫苗 最近嬌生居然傳出要分拆 分拆 這麼大的公司要分拆 各位嬌生多大 那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台積電值台幣15兆 對 這是我們的護國神山喔 嬌生的市值是12兆4000億台幣 哇 也這麼多12兆多 他只差台積電差一點點喔 最近就要分拆 那很多人說 這麼大的公司 百年的企業 產品總共有接近一萬種喔 幹嘛分拆呢 一個產品出問題 一個產品出問題就要分拆了 爽生粉出問題 滑石粉有問題 然後呢 很多人說 爽生粉 滑石粉 小朋友在用的那個爽生粉出問題 這出問題不得了 那真的不得了 幾萬名的消費者 現在提出要交生去賠600億的賠償 那很多人會說 欸不對啊 你的市值12兆4000億耶 他不敢大意啊 他真的不敢大意 為什麼呢 這件事情此風一開 後面隨便破個洞 他還得了 所以目前嬌生啊 他就學台灣的聯亞 他也要做分拆 那為什麼要分拆呢 設下所謂的一個防火牆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要回到之前 我們所說的所謂國內所開的 一個所謂的EUA緊急許可 這一波緊急許可 對於台灣未來 我認為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很多人會說 哎呀我們台灣的到時候開了之後 不能夠出國啊 等等的問題一大堆 我給各位說簡單的啦 比較簡單的 現在人家歐盟 對我們台灣過去那邊 連管都不管了 我們台灣在整個病毒控制當中 在整個新冠肺炎當中 我們是佼佼者 是基休生 那如果我們把涵蓋率 目前往上追 我們搞不好啊 再過一個月兩個月 我們的覆蓋率 就可以超越澳洲 到時候全世界就會說 居然台灣可以打疫苗打到這個地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國外的疫苗 我們也買 國內的疫苗 我們自己的生產 我們就不用再看別人的臉色 然後跟我們一樣